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742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不管从恶有什么理由,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单纯的防守绝对不需要那么大的搜敌范围。 大公顶又瞪了儿子们两眼。 叫嚣着攻打伪州,也不想想,光是打一座富乐城就要投进去多少条人命,现在死伤惨重的是党项人,换作是官军呢,同样会是损失惨重啊。 大辽经济从来都没有说善于攻城过,只是在兴灵周边不去攻打城池,就得不到任何好处啊。 这里跟河北不一样,在南京道,一旦过了戒河,就是附属的河北地界。 大公顶曾听先人说过,那里的一个乡镇都要比国中的一座军州要富裕,绕过一座所重兵防守的城寨,去劫略乡里镇上,照样也是丰收啊。 而西平六州这里面对的是宋人心得的土地,几百里内都只有一座座坚固的城寨,翻过南面的恒山,还是绵延几百里的寨宝,再过去才是人烟稠密的关中腹地,想要打到长安城下,就要打破这总计一千多里的山巒城寨的屏障。 有多少人马都不够往里面填的,家里的孩儿们纵然勇猛,赶起女侦来跟碾兔子一样,但也不能这么浪费他们的性命啊。 要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大公顶心里有分寸。 城头上,丛师中拿着一根绑了几圈绳索的长竹筒,左看右看。 虽然这只竹筒方才被他拿着,让一名党将人脸上开了花,可惜在他的眼中基本上还是一件玩具。 这东西,也就是守城市有些用。 丛师中很是遗憾地将竹筒丢下,砰的一声响,空洞洞的。 这样的一根装满火药和铁砂石子的竹筒,只能用上一次,论威力,还远比不上一根由神弊弓发射出来的六寸长的木鱼短饰,或是一瓢烧热的滚油,只是占了一个新旗而已。 挺好玩的。 他对丛仆和冯真说道, 玩过就算了。 谁说的,献上新兵器可不是小功劳,没有看到神弊弓的好处吗? 丛仆却并不认同丛师中的看法。 这支飞火枪的确只是寻常,但飞火箭可是能射下飞船的,有实战的成绩啊。 丛仆同样拿着一根竹筒在手中摆弄着,竹筒上也绑了几圈绳索, 不过跟丛师中手中的竹筒还是有些区别。 这一支竹筒中装的是火药飞箭,只是之前已经射出去了,同样是空的。 辽人也有飞船,守城时头顶上多了一双眼睛,有多碍事儿,二十三里这几天也看到了。 他双手一牵一后扶定竹筒,将尾端搭在尖头,瞄准了头顶的夜空上属于宋军的飞船。 现在官军有了飞火箭,以后可就方便多了。 冯真自从飞火箭射下了辽军的飞船之后就一直保持着好心情,因为这份功劳,丛仆和丛师中都不会跟他抢。 辽军还有一艘飞船,如果也能射下来的话,就是再确凿不过的战绩了。 冯真带着很深的遗憾,烟花就那么多,毒烟火球剩下的也都拆了,那点火药用用就光了。 丛师中还是不看好这些火器,消耗太大,火药运送可比箭矢要危险得多。 而且竹筒容易裂开,用绳索并不方便。 用铁锢勾上两圈就好了。 冯真十分果决地说道, 是做筒吗? 丛师中笑了起来, 那么是不是找两个钩筒将来比较好啊?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两个恐怕不够用吧。 丛普想了想,我记得为书密院和鹦鹉店造沙盘的泥人匠,可是有二十多个呢。 正说着话一片提声爆燃而起,有远极近,扎扎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城下,随即十几只长剑从下方的黑暗中飞了上来。 夜色之中,根本看不清有多少骑兵在城下奔驰,他们疏忽而来,疏忽而去,冲着城头一番驰射,又立刻远飙而去。 丛仆的亲卫们早已举取盾牌,守住了丛仆丛师中和冯真,而士兵们也都避了开去。 丛仆丛师中从手边抄起一张弓,随手又抄出一支剑,拉开了便射了出去,方才只有他的头盔上挨了一下,那一下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的冲击,却引燃了丛师中的怒火。 一声拉得很长的尖啸从城上窜入夜色之中,丛仆这才发现,自己随手抽出的竟是一支带着鼓哨的响剑。 这支响剑也不知给射到了哪里去了,反正人士肯定没有射到,提声依然稳定,但鸣笛的尖啸声在夜色中远远的传了开去,倒也让城外的声音离得稍远了一点。 怎么都不摔下来呢? 丛师中恨得磨牙,撩人骑兵每天夜里都会绕上一趟两趟,往城头上射上几件,虽然没有让他们得到什么战果,可以让人恶心透了。 城上的射击由于城头的火光的缘故完全没有准头,零零散散靠运气射下了几个,还都被救了回去,也不知死活。 而宋军的骑兵也不好出城追击,他们不敢在深夜中飞马奔驰,拌上一下,小命就送了。 可辽军的骑兵仿佛有耻无孔,尽情狂飙,几天下来却也不见有人摔下马来。 骑数相差太远,想追都追不上。 丛仆也试图伏击过,可惜同样没有成功,辽人在吃过亏之后,就没有再上过当。 丛仕中气横横地丢下弓,问丛仆道, 十七哥,援军什么时候来啊? 这可要问你二十三吧,你不就是援军吗? 丛仆摇摇头,然后说道, 赵精略估计要等到辽人放弃他们伏击援军的想法, 至于延州城那边。 他迟疑了一下,最后一叹, 嗨,我真不知道,爹他是怎么想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丛仕中立刻追问。 不过, 丛仆很是无奈。 不过眼前的机会, 我爹他绝不会放过。 大宫顶望着附勒城头, 如今围在城外的大军, 根本就拿这座城池毫无办法, 除了骚扰, 还是骚扰。 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就准备结束今夜的巡视, 返回自己的营帐。 一名骑兵这个时候从中军的方向奔来, 远远地看见大宫顶一行, 便翻身下马, 小跑着过来, 大呼小叫地带着喘。 原来, 原来杰杜使是在这里, 那让小人好找。 他在大宫顶面前单膝跪倒, 行了一个礼。 杰杜, 都管有事相伤, 命小人来请杰杜。 我也正要找都管说一说事啊。 大宫顶点点头, 立刻便要上马往中军大帐过去, 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事, 让这个耶利于礼请自己过去, 但都快三更天了, 应当不是小事。 就在此时, 军营中突然起了一阵骚动, 然后声音猛然间扩大, 多少士族都从营帐中钻了出来。 营孝? 传说中的诈营, 难道就要在眼前出现吗? 大宫顶心中意紧, 甚至有些纳闷。 这些天在富勒城下损失的基本上都是党项人呢, 军中也镇压了不少临阵脱逃的党项人, 本军的兵力伤亡加起来还不到五百, 怎么先是自家的军营先闹了起来呢? 随即他就知道了原因, 但他宁可不知道。 早已入夜, 可西北方的地平线上却不知何时, 却有了一片刺目的红光。 大宫顶如坠冰枯, 被突然而来的寒意冻得僵硬, 双眼死死盯着, 如血如霞的地平线, 没有一点动静。 大昌寺从喉间挤出了一声呻吟, 那, 那是耀德城? 没错, 就在那个方向上, 正是囤积了全军粮末的耀德城。 大宫顶赶到中军大仗的时候, 西平六州都管耶律于里正在愣愣地望着西北方, 旁边的左翔吻西乌也在一旁陪着他一起发愣。 被护卫在营寨最中心的中军大仗, 本是营中最忙碌的一个区域, 但现在大仗附近的百多人却仿佛都被冻僵住了, 僵硬地处理在夜幕之下。 可是, 耀德城出事了? 大宫顶连喘气都顾不上, 跳下马就直奔耶律于里的身边。 不知道。 耶律于里没有说话, 乌西也在旁边摇着头。 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 刚刚才派了, 拦子马去打探了。 大宫顶脸色更难看了。 那渡管找我来是为了什么? 是从恶。 耶律于里转过头来, 一直洋溢在脸上的自信不见了, 双唇抖着。 方才, 方才之后回报, 从恶已经领军从严州出来了。 大宫顶仿佛被披面打了一拳, 双脚猛得一软, 幸好有儿子左右扶住, 才没有一下摔倒。 以从恶出兵的消息佐证, 耀德城绝不可能有任何侥幸了。 西屋也一脸的茫然无措。 围城的这么多天, 他们一直都在盼望银下军能快一点出兵, 眼下从恶当真出兵了, 却没有人还会想着再去跟他打上一仗了。 大宫顶挣扎起来, 抓住耶律于里的手。 从恶现在到了哪里了? 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 大宫顶的手无力的落了下来, 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是的, 为了能吸引银下军, 以免他们见识不妙就逃回延州城去, 这边派出来的赤侯与宋军的游记虚晃两招之后就退了回来, 让出了一百多里的地。 大辽的远叹兰子马可是当时文明的精锐, 要不是想一口吞掉宋人援军, 如何会输给飞驰时连江绳都不敢松开的宋国骑兵呢? 大辽国的骑兵绝不会畏惧与宋人野战。 阵列不战这是大辽对阵宋军时的铁律, 但不能列阵的宋军则就是大辽铁骑屠卢的对象, 而作为援兵的宋军偏偏不可能随时列阵, 一百里以上的路程来去如风的骑兵足以将必须不断前进的宋军给拖垮, 即便领军的是宋人之中最为小勇的名将也是一样。 若是一天前听到这个消息, 估计有一多半将领能大笑起来, 但现在没有人能笑得出来了。 来自延州的宋军距离富乐城只有一百里多一点, 即使以步兵的速度也只有两天, 而银下那边应该是绝不缺乏骑兵的。 一鸣鸣驻扎在其他营地中的将领们都赶了过来, 人人脸上都写满了恍恍不安。 本是他们打算要在从延州到富乐城的两百里汉海路上 给宋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谁能想到宋人不去援救富乐城而直接烧了耀德城呢? 他们竟然敢攻打大辽的城池? 尚富不会饶过那群男蛮子的! 一人大叫道, 先想想怎么退, 这仗打不了了。 另一个人直接一盆冷水, 怎么退? 回西平六州, 也就是新陵的道路, 是沿着灵州川的六百里, 失去了耀德城凉末的情况下, 即便可以抛下党项人, 如何能让剩下的过万骑兵 安然回到家里去呢? 营中还有三天的凉末。 大宫顶说道, 众将各自面面相去, 一天两百里吗? 人吃得笑, 马可吃不笑啊! 还是先派人回耀德城救火? 大宫顶提议道, 能救下一点是一点。 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 那要多带一点人手, 以防万一。 一名契丹西族说道, 耶利于里摇头, 多了就麻烦了, 党项人也没有多少了, 敢闹事杀了就是。 谁说是党项人了? 耶利于里怒吼着, 右手用力垂地, 一下子所有人都明白了过来。 谁会去? 西屋野的声音有些低, 回去救援耀德城, 就有可能一头撞上宋军的伏兵, 深夜之中, 只要一个不小心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可这件事放在下面的人的眼里, 却是一步丢下其他人先退了。 不论是谁领兵先走, 人走得越是多, 就越是让剩下的人感觉自己被丢下来殿后。 甚至现在就在帐中, 都会有人肚子里转着小心思, 谁敢保证赶回耀德城的那一步, 下退了宋人之后, 不会拿着粮草拔腿就往北去呢? 若是剩下的粮草只剩一点, 鬼才会给其他人留上一口, 而且从严州出来的银下军主力, 就在身后盯着, 万一被咬住了, 不死也要脱层皮。 帐中一下子就没有了生意, 半天也不见人吭声, 大宫顶口中上火, 胃突然间疼得厉害。 这一年多来, 各家也没有少争过草场、田地, 他们的军队是投下军, 是由契丹、西族、 渤海等这些部族私兵所组成, 占优势的时候人人争先, 可如今战局一变, 那就是人心各异了。 只是大宫顶也不会糊涂到自己跳出来, 说为大军殿后, 让耶利与礼或是西乌也带着主力回师耀德城, 都是自家的儿郎, 如何让他们为契丹西人去死呢? 不如再等两个时辰, 天快亮的时候再走。 快到耀德城的时候正好天亮, 也不用怕宋人的伏兵啊。 大宫顶想了半天, 提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样就算只有一千兵马回去也足够了。 那耀德城的粮草呢? 一名西族的部将怒气冲冲地说, 就丢着不管了。 虽然耀德城的伙势正旺, 但城中的粮仓也不是挤在一起, 不一定会一下子全部烧光, 能早一点回去就有很大的可能多救出一份来。 那些粮草可是各家这一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军粮啊, 烧光了, 明年下收前再想出征, 就要给肚子上的腰带多勒紧几份, 而且是连人带马。 大宫顶阴着脸望着西屋也, 那是他手下的人, 可西屋也也低着头, 盯着地面。 包! 一名亲兵冲了进来, 耶利于里很不耐烦地瞪着他, 何事? 富勒城的骑兵出城了。 西屋也终于不再沉默, 他恍然叫道, 从不, 这是要拖住我们。 多少计? 看不清, 应该不到一千。 已经足够了, 富勒城中的骑兵数量其实都有数, 五六百基本上都是全部了, 现在应该是清朝而出, 这个数目已经足够站上半日, 甚至让殿后的后军被宋军咬上, 吃掉。 这一回更加没有人敢留下来为全军殿后了。 包! 又是一名信使冲进了大帐歪歪倒倒的, 差点将大帐给撞翻。 怎么了? 耶利于里怒吼声更大了一分。 党家人攻下顺州了。 耶利于里顿时僵住了, 西屋也却跳了起来。 西平六州的党将钉口不全在这里, 那群老弱怎么可能站了顺州? 西屋也劈手揪起那名信使, 牛一般瞪起的双眼血红一片, 顺州可是他的头下军州啊。 来宫的是青铜侠的党项人, 信使几乎要哭出声来, 城内的党项人开了城, 是里应外合呀。 帐中陡然间没了声音, 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了耶利于里。 缩使青铜侠的党项人攻打明沙城, 是耶利于里的主意, 领军攻打富乐城也是耶利于里的主意, 更确切一点, 是耶利于里身后的耶利于心的主意。 西平六州中, 耶利于心派来镇住这一非地的亲信, 正是耶利于里。 您刚才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742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743集。